目前Android手机的程式开发 当然要继续让我们清楚 目前的主流还是用Java Java因为App的开发 它具于Bunds 但是Bunds的地位已经动摇了 动摇原因当然有很多 当中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 我们Android Studio 它背后呢 资源的厂商是Google Java本身是Oroco的产品 因为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Oroco去控告Google 控告Google 收藏93亿美金 基本上是败诉的 但是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Google 它考虑 可能以后 在开发的语言 它不一定是一定要用Java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所以 手机开发目前 当然是进入战国时代 谁人胜出 也太早 那这边 我们知道 那目前呢 Android Studio 它 会支援静态的一个城市语言 叫做Google 这其实是里面有了一些变化 这个同学也知道了解 好 那其实我们App可以开发工具蛮多的 那也不一定是要用Java去开发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软体 当然像是 网页制作 也可以 或者网页制作软体 它其实也可以将你制作网页包 打包成一个App 其他的很多软件都可以 像微软的一些 他的一个产品 Visio Studio 基本上 他也可以 软多的 那我们这个课 当然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用NIT的 App Inventor 2 那基本上他是一个图画界面的 一个开发的工具 可以在云端上去开发 其实也蛮方便的 基本上 城市设计的逻辑 城市逻辑的展现 目的是你要撰写程式 来建立 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原则上 当然就是要透过城市逻辑 去撰写程式嘛 不管你是用写的 或是用拉的 原则上 都是 考虑城市逻辑 当然会 同学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城市设计是很困难的吗 有人当然会说是 有人说不是 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那个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是怎么讲的 我们现在在学院的学生 中心里的学生 中心里的学生 在学校中心里的学生 中心里的学生 I'm asking you to get involved. Don't just buy a new video game, make one. Don't just download the latest app, help design it. Don't just play on your phone, program it. No one's born a computer scientist, but with a little hard work and some math and science, just about anyone can become one. This week is your chance to give it a shot. And don't let anyone tell you you can't. Whether you're a young man or a young woman, whether you live in a city or a rural area, computers are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your future. And if you're willing to work and study hard, that future is yours to shape. Thanks, everybody. 這是設計人的一些能力,好。 那我們這邊大概 接著再提著Android行動作業系統的一些特點啊,基礎, 我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大概了解一下。 好。 那它的一個基礎,我們大概知道Android它這個詞, 最早是出現在法國作家的一個科幻小說《未來的夏娃》一本書。 那一個具有人類外表特徵的一個機器人。 所以Android呢,是行動裝置霸主和網頁上的一個熱門的一個名詞。 主要是代表針對行動裝置開發免費的作業系統的平台。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 那這邊另外你要知道就是說Android它本身是使用Linux作業系統為基礎開發的一個開放原始碼的一個作業系統。 主要是針對手機等行動裝置所使用的作業系統。 那原則上主要手機讓它翻到平板,甚至筆電也都可以。 甚至我們的應用面可以涉及到電子書的閱讀器、MP4的一個播放器、Internet、電視等等。 所以它的一個應用非常的廣泛。 那它的一個特點,它在硬體上它可以支援那個數位相機、GPS、數位螺盤、加速度的感測器、重力感測器、趨近感測器、陀螺營以及環境感測器。 所以我們如果是要寫Android軟體,必須要考慮它那個支援性。 那通訊的支援也有支援支援這邊的常用的一些協定,像是藍牙、CDNA等等的這些。 我們就不足以去講。 簡訊它也有支援。 瀏覽器它當然也會整合開發原始碼,像WaveKey的瀏覽器,以及支援Clone和JarSquid的東西。 這個大家大家也知道。 好,多媒體它也有一些支援,像是一些常見的多媒體檔的格式儲存,資料儲存。 它是主要資料庫的部分,它是支援Seqlite。 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是一個輕量化的官員式的資料庫。 繪圖的功能它是最佳化的資源到2D和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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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OpenGL ES的規格,還有其他的資源。 多點的觸控、Flash、多共、可惜無線電、CD台等等。 那原則上,因為我們的課是用APP Inventor來開發。 不至於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基本它最初它是在Google在2011年7月所提出來的。 那可以在完全,讓完全沒有程式設計背景的人, 能夠很輕鬆的去開發Android App。 在2011年的時候,那就轉移到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 去接續這個計劃。 那這個我們當然要知道Inventor 2呢,它是NIT,它在2013年12月, 所釋出的一個新的版本。 那基本上它的一個樣貌就如它這個圖案 基本上Invent2開發環境是雲端的開發平台 所以原則上你只要能夠使用適當的瀏覽器 所謂適當瀏覽器大概你可以使用Google Cloud Firebox或無 但是IE是不行的 這邊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用的那個瀏覽器 開發的環境等等 我們這邊也做一些很簡單的介紹 原則上你在使用Google Cloud 當然你要在適當的位置去下載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Firebox火湖的瀏覽器 這跟它相關的一些網址 都知道 你當然也可以安裝 所謂離線版的 離線版的這個是有人把它那個 一個 一個老師所做的離線版的一個功能 核心性的 JDK 所以要不需要 去另外去安裝 那個一般的Java JDK 不用 所以你直接下載 你可以在離線的方式 也可以 也可以去作業 這個 安裝了一個 離線的一個 一個大致的一個方式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開發環境的一個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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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